近日,孙一贞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带着新婚丈夫玄冰和好友在篝火边相聚,畅聊的居家生活照,并且配文也是相当暖心,美好的瞬间,美好的回忆等等。 近照中,面对镜头的孙一贞半披着外套,一手脱着塞,眼睛则深情地望着坐在对面的丈夫玄冰。坐在孙一贞右手一侧的是多年好友宋允儿,坐在孙一贞和玄冰中间就是男主人薛景球。 薛景球和孙一贞曾一起合作过电影《摩天楼》,孙一贞作为搭档受邀参加她和宋允儿的婚礼时,和新娘子宋允儿一见如故,自此结下深厚的友情。 惬意享受婚姻生活的孙一贞再次被怀疑有了身孕,其实,大家的猜测也是有迹可循的。 静照中,她的脸颊明显变圆润,头发也剪短了,旁人都穿着单薄,只有她披着厚外套。 另外,有网友进行分析,夫妻俩蜜月返程之后,孙一贞现身机场之际便衣着宽松,与之前的穿衣风格很不相符。 而且,蜜月中的孙一贞也都是身穿宽松衣,玄冰对她则是方方面面都细致入微,全程小心翼翼地呵护照料。 而自从结束蜜月旅行之后,孙一贞的曝光度便大幅度减少,近期更是一直处于神隐状态。 为此,有网友猜疑,女神目前是不是有了好消息? 众所周知,玄冰和孙一贞因合作《爱的迫降》因戏生情。 在2021年,两人正式公开了恋情。 到今年3月31日,两人举行了浪漫的婚礼,被不少粉丝称为《这就是最甜的偶像剧吧》。 婚礼结束后,两人便开启了浪漫的《蜜月之旅》。 先是前往洛杉矶故地重游,又去了纽约和伦敦游玩。 期间,两人的诸多亲密场景被路人用镜头拍摄记录下来。 穿着情侣鞋牵手散步,一起吃饭,看球赛,排队买冰淇淋等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夫妻俩的浓情蜜意。 对于两人的浪漫结合,大部分韩国网友也为两人送上诚挚祝福,还有不少知情人士发帖爆料,与外界分享两人相爱过程中的更多粉红细节。 据知情人透露,玄冰为了娶孙艺珍背后付出了不少努力,在生活方面无微不至地照顾对方,还默默守护了孙艺珍很久,最终才如愿抱得美人归。 网友还透露,玄冰与孙艺珍大概率在宣传电影的阶段就已经互生好感,算下来两人也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发展与巩固感情。 这也是玄冰出道之后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段恋情,而且最终两人还步入婚姻殿堂成为余生伴侣,在外界看来不愧是备受簇拥的迫降CP。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透露,玄冰与孙艺珍今年也会把怀孕计划摆上日程,毕竟两人都早已到了孕育新生命的年纪。 想来,两人也想尽早迎来属于两人的爱情结晶,让这份幸福再度升级。 此前,韩美也透露,孙艺珍的母亲对玄冰一直都颇为青睐,从长辈角度考虑, 一家人也会热切希望小两口能顺利进入人生下一阶段。 在39之后,有消息称孙艺珍要出演树立而死,只是因为刚刚结婚不久,这部剧将在10月开播,所以时间安排上会有冲突。 最终,孙艺珍决定不出演这部电视剧,而这部女主现在改为由何志愿出演。 近期,孙艺珍也没有任何工作行程,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空出档期,准备要宝宝呢? 在结束完蜜月旅行之后,玄冰便第一时间投入新的工作行程中,有粉丝公开了玄冰现身录影棚拍摄广告的照片。 身穿笔挺大衣的她,看上去高大挺拔,一如既往的颜值爆表,背头造型更是彰显其不俗的气度。 此外,玄冰主演的电影《共注2》也发布了首张剧照,是玄冰、刘海震、丹尼尔·亨利执行任务时的合影。 照片中,三位都身穿深色系服装,都戴着墨镜遮面,且都神情严肃地看向斜线的右边。 最左边续着胡子就是玄冰,她在剧中继续担任北边警察折令一绝,造型和身形和共注衣一样, 干练帅气又轻瘦挺拔。 与以往在现代爱情剧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期待她再展拳脚,上演精彩动作戏。 最后,祝福他们未来一直幸福下去,也期待早日听到两人的好消息,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宝宝。